你就Google吴老师 在Google里面找吴老师 吴老师显示出来的话 就会 这个不是啊 这个不是我开的养生吧 没有关系 底下这个台式 这个是我的部落格 那这个也是我的部落格的懒人包 因为我知道现在人学习都很懒 然后另外的话 我的YouTube频道 OK 然后呢 这个不是我开的教学中心 只是 这之后好像有人模仿我 然后这个是我的论坛 所以你可以点击进来 我的论坛 我的部落格里面的话 当然我会写一些 可能最近我曾经教过的一些课程整理 或者是说呢 我的一些心得 我会把它放在这里 当然除了说呢 有教学的部分 还有旅行 像这边我提到说 用那个现在AI很流行 那所以 如果我们要把那个AI这部分 能够延伸到旅行上面的话 应该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这边也有心得分享了 那今天 我有跟那个你们学长 讲说我可能会晚一点到 因为我昨天是凌晨才回国的 我前面有七天 应该算八天 是去日本旅行 那因为中间刚好有时间 去了一趟日本 然后玩了一些东西 那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再跟各位分享 里面的话提到一些东西 另外的话 我也是那个Google地图 在地想岛的第九集 最高是第十集 已经快到 我的分数已经五万八千多分了 OK 然后呢 但我也习惯就是把我的那个什么呢 我的旅行的一些心得把它写在那个Google地图里面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许可以在到里面 稍微看一下 最近像去 去我去哪里 其实在那个Google地图里面也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你将来呢 希望把你的所有生活 旅行做个记录的话 我蛮推荐各位可以用那个像Google地图 那Google地图 只要你曾经到过地方 它都会自动帮你记录下来 所以像我前几天去哪里 其实都一目了然 我可以从时间轴里面看到 像我昨天 我这几天去哪里 9月4号 我从台湾出发 我飞了1700公里 然后去坐火车 坐了373公里 坐车子坐了65公里 还是开车 所以从这边到这边 然后呢一路呢就到 从关西机场 然后一路又坐火车 坐一趟先到新大阪 然后又到金泽 然后又从金泽呢 再坐到新高岗 一路颠簸 然后到大概晚上6点的时候 就住到那个东衡的安安这一家 还不错新的 那就 再到那个富山 富山这边有一个号称 那个全世界最漂亮的星巴克 然后在那边 稍微走走晃晃 然后隔一天的话呢 我就到哪里 隔一天我就 大家想 很多人常去的 叫白川香 就坐到这边 我后来发现 真的是路途也蛮遥远的 就坐了 坐了车子 这边都有记录 我几天几分出发的 上午8点23分 我坐车 坐了多久 有没有 到哪里走路走多远 走几分钟 哇 一目了然 有没有 而且 好玩吗 没有下雪 那边 对 夏天很热 不过我觉得 不一样的风景 OK 那下雪的时候 可能会再想要再去一次 然后隔天的话呢 又跑去哪里 隔天的话又跑去 我其实我忘了 对 去那个黑布峡谷 黑布丽山 黑布峡谷 去坐那个小火车 太棒了 那个小火车真的很棒 跟阿里山小火车有结盟 然后是姐妹车 可是我感觉 那边的车真的是很舒服 因为它是电动的 而且坐起来很舒服 然后刚好去的时候 没什么人 真的没什么人 我们几乎包车 一车就只有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OK 然后也是坐了217公里的那个火 那边好处就是说 它坐新干线非常快速 而且非常准时 完全不会误点 走了5.1公里 坐车 为什么坐车 OK 好像有搭了什么车子转运 然后又到什么呢 到那个隔一天呢 就转移阵地了 从新高刚 搬到那个京都 那我就住在那个京都塔 的饭店里面 刚好就对面 非常近 真的好近 走过去大概一两百公尺 就到饭店了 然后就把东西放了 就出发去哪里 去天桥里 刚好那个日本山井 因为我们去日本 已经那山井 已经集了两井 最后一井叫天桥里 没去 所以一直很想去 但是路途非常遥远 光坐火车来回 就至少要 好像一两百公里吧 从这边 坐坐坐坐 坐到这边 先从福知山 然后转那个什么 轻松火车吧 然后再转到天桥里 OK 然后就终于抵达了 然后在那边晃一晃 看一看 然后又回到京都 又一天了 OK 然后再隔天 隔天去哪里 隔天又去 再去一次 前一天是去探路 第二天的话呢 实际上真的去 因为可能第一天太晚了 到那边已经晚上了 第二天是真的很想去一个地方 我蛮推荐各位一定要去的 叫伊根 这伊根太漂亮了 号称是叫做海上京都 京都是路上的 这边也是京都 京都是路上的 这边叫海上 哇 真的太漂亮了 这边整个 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再分享一些照片给各位看 哇 那边的水真的 绿到干净到 让你觉得哇 怎么这么舒服 然后整个看到的风景 那刚好有那个船屋 船屋就刚好盖在岸边 底下不是停车的 是停船的 所以他们随时想要吃海鲜 应该随时可以出去补个海鲜 回来就可以吃了 然后隔天的话又到哪里 隔天又去了那个什么 新神湖这边 去走走 那个坐这个缆车 然后最后一天 就是昨天 昨天就是去了哪里 撑起温泉 然后走走看看 然后去吃了海鲜 还蛮不错的 然后回到京都车站 然后最后一个行程就是去那个什么 去那个 那个 紫园白川去看一下 因为那边号称是 京都一定要去的地方 最后半夜就回来 回到家已经凌晨两三点了 所以睡一下 所以我跟那个 你们学长讲说 可能会比较晚到 OK好 大概是这样 那 那接下来的话 我再来说明一下 如果你要找到我的相关 是要很简单 吴老师 另外的话呢 之后如果上课 需要签到的话 可能我如果没有每一次点名的话 那请各位自行再到 我这边有个签到 学习签到部 自己再到这边签到一下 比如说你选原字的学生 那你的学号姓名 那今天想要学什么 也许你可以学 那你可以学别的 我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有很多其他的 OK 然后留下足迹 今天是来什么 上课签到 当然如果你不是上课的时候 签到也可以 你假设你比如说课后 你觉得说想要多学一点东西 你也可以到 因为上面有蛮多 可能我之前放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是建议学习 可以是一种很轻松 很愉快的一种经验 而不是说呢 今天是被逼的 必修你才要修 我觉得 这个课程 其实会带给各位 一些比较不一样的 想法 这是我的FB OK 那另外的话呢 你搜寻的第一个 是我的部落格 第二个也是我的部落格 第三个 所以你Google吴老师 这个关键字 我会出现在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是我的YouTube频道 那我的YouTube频道 跟各位讲 我不是 我不是网红 我也没有刻意当网红 但是我的订阅的数量 应该也不算太少 目前 我上面会放一些影片 当然如果你想要多知道一些的话 你可以订阅 另外呢 我的订阅人数 大概是两万八 两万八这个数字是 我看了一下 因为我蛮常看其他YouTube拍的影片 感觉他们拍的非常棒 但是好像订阅人数 不见得比我多 但我不是跟什么蔡阿嘎那种比 不过已经算里面的话 只有放什么教学的影片 所以之后的话呢 我也会把我的影片放在这上面 你们可以在上面找一下 比如最近我拍 我录的影片 我会把它上传 最近当然教的一定比这边上课来的困难许多 主要是 像怎么样 那个爬网路资料 播放清单这边也有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再到上面来看一下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大概花一点时间 说明一下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这个课程呢 主要是利用Excel 和VBA去解决一些 这个 这个 我们生活上或者是工作上的问题 那未来的话 会分成总共五大类的函数解答 然后主要是文字与资料 一直到检视与参照 那这些东西的话呢 你们可以从那个云端上面找到范例档 请你把那个范例档下载 然后解压说 里面就是我们要用的那个 这个 你把这个档呢 把它按右键 解压说 或者你用其他方法 用其他说全部也可以 没有吗 OK 那不然就装个7ZIP 然后你就选择那个什么 解压说致辞就可以了 按右键解压说致辞 它就解出来了 然后里面就是我们上课 会用的范例 比如说第一个 第一题是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这个题目很简单 主要就是说 请你帮我把 这个手机号码 把它做出来 它主要是把这三个栏位的资料 变成上面显示的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OK 有没有 所以这个的话是什么 09111杠 有没有 键 然后0841杠007 但是呢 问题你要怎么这样做过来 你不是土法链钢 不是说老师我用打的 打到下课你都打不完 而且呢 像这个资料是远传电信的资料 它随便一个客服的人 就是好几万 几十万笔资料 那怎么办 你说到 这个下班都做不完 那你就不用下班了 而且你要加班 老板觉得你是在混吗 因为其实不是 是因为你根本不会方法 如果你会写程式的话 旁边有个按钮 你把它按下去的话 就全部完成了 所以VBA到底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让你提高工作效率 可以让你很快的完成一件事情 然后提高效率 这样的话你就会有很多时间 可以摸鱼了 不是 可以有很多时间 做很多其他自己的事情 OK 我讲的不是开玩笑 真的很多学过的我的学生 本来不会学的 每天都忙忙碌碌的 学完之后呢 很快事情做完了 但是他也不能让老板知道 说他做完了 所以怎么样 还要装忙 对不对 应该大家都应该理解 不然的话老板又丢一堆东西给你 OK 他就想快做完了 然后他就可以自己来做一些 他就可以花一点时间再学习 把自己的功力认得更高 那之后呢 如果来一天老板说 就是可能不帮你加薪的话 你可以准备跳槽 OK 才有这个 OK 所以这一题的话 大概想想看 用什么方法 都可以 当然最笨的方法就是 你就自己在那边打 09 对 11 1杠 08 算了 不要这样做 OK 主要用什么 用这个 插入函数 那有哪一些函数可以做到 文字 里面 这边总共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法 全部的话呢 从上到A到Z的话 总共会有250几个函数 为什么知道250几个 因为我从头算到尾了 12345 开玩笑 其实书上有写 OK 另外的话呢 我们其他会先从文字相关的函数 所以你们可以先大概看一下 这个函数能做什么什么的 里面的话有几个函数像什么呢 REPT 所以你可以REPT在哪 R开头的 所以你往下找 REPT 它就重复什么 重复字 重复几个 因为这前面要补0 要重复几个0 那你要想想看 还有呢 LEN LEN就算什么 算那个储存格里面有几个字 传为这里面有几个字 也就是说你里面一定要有三个字 084 所以呢 只要一减两个字就补一个0 什么方法 或者是其他还有一个函数 叫TES 这个可以的 帮你转换 转换成文字 前面自动补0 那怎么做 我想这个后面 我们再陆陆续续跟各位说明 底下的话有这几类的 这个重要函数 那我们先下个休息一下 待会我再来介绍一下 画面先画面